建立一下抖音热门老东西 胶片摄影机 阿莱Flex 16 上个世纪的短视频拍摄神器 那么它今天还能用吗 我来试试 哎呀好近 这叫什么走位 这个膜走位 还中了 还中了 我已经一二成都无聊了 这下你就知道 为什么以前的摄影师 都一个个壮如牛了吧 开玩笑 它其实还是专门 轻量化设计出来的 率先使用了全铝合金的机身 结果 我怕是扛起来 连一分钟都坚持不到 所以用它来拍视频 大家得再等等 我先把肌肉练出来了 再说 不对 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能拍得起它吗 这个应该是里面装的是它的胶件 对 然后这个里面装的是30米左右 能拍多长时间 可以拍摄两分半 两分半 那拍完之后 让大家在手机上看到 这中间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流程 要花多少钱 胶片的充洗到扫描 特别是电影胶片的充洗到扫描 其实这个流程 在今天还是完全存在的 这的话 充洗的费用应该是在500到600元左右 扫描的费用应该也是在这个价格左右 1000块钱 差不多 1000块钱 当然还不包括胶片的时候 这个一卷胶卷 科达产的彩色胶卷的话 一卷胶卷也是在500到600元 500到600 两分半钟接近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 器材成本 所以当时有个句话叫做 胶片一想黄金万两 说的就是 机器运转起来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可以省得输钱了 好吧 平均下来 一分钟1000块 我的视频通常在 四五分钟左右 还得要算上给剪辑带来的余量 算了 肌肉咱就不练了 这玩意儿 没法拍得起 你看他这赚的是挺过瘾的吧 但他赚的是钱 我的妈呀 好吧 既然不拍那咱就来搞搞清楚它的工作方式吧 这台机器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同时挂上三个镜头 通过这个类似于显微镜物镜切换的转盘 来选择你要使用的镜头了 既方便又快捷 同时这三个镜头还都是安装在不同的平面上的 你看 它们之间是带有角度的 这就避免了在使用其中一个镜头拍摄时 将另外两个镜头拍摄进画面的尴尬了 这里是快门叫做旋转快门 它一半是镂空的 一半则是反光镜 以45度的夹角装在镜头组件的后面 不停的旋转 当反光镜转起来挡在胶片和镜头之间时 穿过镜头的光线就可以反射进入到取景器里面了 这个时候是取景的时间 摄影师可以看到拍摄的画面 并通过它来调整焦距 对焦景深等等重要的参数 当然这中间的关系特别复杂 我准备专门安排一起来仔细的讲讲 在这就一带而过了 而当旋转快门转到镂空的地方 出现在胶片与镜头之间时 穿过镜头的光线就可以直接打在胶片上面了 此时是成像的时间 所以你看拍摄速率和快门速度之间的关系就出来了 假如我拍摄的是最常见的24帧每秒的视频的话 那么由于取景和拍摄的时间在其中各占一半 快门速度就固定在了48分之一秒 好我要看看你刚才有没有仔细听 给你留个作业 要是我换成拍50帧每秒的视频的话 快门速度又会是多少呢 留言里面回答 同时请你思考 既然快门速度已经由拍摄的帧率固定了下来 那么我们该怎么控制曝光量呢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部分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 胶片是如何在里面运作的 打开鸦片板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 它们必须要配合默契 当这根针伸出来插到胶片的磁空里面 并将胶片往下拉的时候呢 这个钩子会松开 以允许胶片的移动 但是当针拉着胶片正好移动完了一格之后呢 它自身会往后回缩 退出之前挂着的磁空 而与此同时啊 钩子则顺势下压 穿进上面的磁空里面 将胶片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直到等到刚才那根针回到原位 挂上下一个磁空为止 另一个循环就开启了 这样不断往复动静之间 画面被完美的记录了下来 不得不说啊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机械之美嘛 来关注后面带你看更多啊 字幕一直在线 这种征则 不许则